我是老陈 为了更快能够买一辆比较好的车 我决定在纽约开黑车 所谓开黑车就是没有震荡牌照的车 我那辆航空之心是不能送客的 而在纽约有很多送机场的业务 许多华人到机场 或者他们从机场接他们的客人都要用车 而在纽约除了私人接客之外 主要是有两种机场上用的车 一种就是黄色的计程车 黄色的计程车随叫随到比较方便 另外一种就是豪华桥车 我们又叫limousin 这种豪华桥车主要是有豪华桥车公司 拥有 他们是用电话来叫车 而费用比较高 但是他的车比较好 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规格 有非常长的那种林肯 也有一般的林肯车 他的价钱比较高 而很多美国大公司的经理 或者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都是用limousin 用TLC 而不用黄色的那种计程车 黄色的计程车 一般都是一些旅客 旅游的人 或者一些市民用的 而比较有钱的人 都是用豪华桥车 豪华桥车都是通过电话来联系的 他叫你停在什么地方 你等他 他就会来见你 然后开到你的目的地 而我想开的黑车 也就是后者 但是我这个价钱是非常的便宜 这个就是给我造成了一种商机 我在世界热报上登广告 20块送机场 35块可以到机场捷克 那么为什么华人会叫我们这种车呢 主要也是贪便宜 因为他们如果叫黄色的那种车 他们虽然比豪华桥车便宜 但是纽约市经常是车 尤其是在飞机场路上 如果他们一是车 他这种黄色的车 他的马表回事会跳 所以如果失车的话 价钱就非常的贵 如果不失车就还好 而如果叫那种专门的豪华桥车 他的价钱就更厉害 而我这种25块 20块 30块 就比较迎合他们的需要 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这个车是私人排场 你送机场接机场 朋友之间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钱来往的话 这个就叫做生意 而做生意是不行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在路上的时候 就叫他们把钱付清 这样到了机场 我只要把他请下车 他走到机场里面 我就开走了 所以看上去就好像我们是熟人 我们是亲戚 也看不出有生意的结像 而在机场里面 有很多这种公司的警察 他们这种警察就是专门来抓 开黑车的人 我的生意主要是 接了电话以后 就问他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他说我是一个人送机场 那么我就很简单 他就坐在我驾驶座位旁边一个座位 如果他说我是两个人 那么我马上就在车里面再放一个椅子 而这个椅子有钩子 可以钩在车子里面 这行李是无所谓的 很多空间可以放行李 如果他说是接机 那么我就肯定要放一个椅子来接机 而在路上我就把他们这个钱收了 一到机场 把他们放下来就好了 就开走了 虽然 15块 20块 25块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总比没有生意好 闲在家里 所以在没有搬家任务的时候 我就做出这个生意 也可以占点钱 纽约主要有两个大机场 一个是耿尼里机场 一个是拉瓜地尔机场 另外一个机场在非诚 我是不去的 实在太远 我主要就是做这两个机场的生意 那么做这个机场的生意 除了能够占点钱以外 也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因为送机场 他们都是从国地来的游客 或者一些旅客 所以在送机场的路上 就和他们聊聊天 也好像了解一些信息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四川来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就是这么聊聊天 有些人是香港来的 我也会讲一些广东话 就和他们聊聊天 那么也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 因为在车上到机场路上 有时候要20分钟 有时候半小时 有时候是要40分钟 如果设车的话 那么他们有时候就会给我一点小费 20块再给个两三块小费 35块给个5块小费 40块 这个都是结束 就是到他家去 把他请到车里 然后再开到机场去 把他的客人救回来 这个就是我主要的用 那么如果一天没有电话 那么我就在家里看看电视 上上网 我住在台湾房东的地下室 一个月200块 也是非常的便宜 有时候就出去玩 到布朗斯的动物园 布朗斯的哲物园 到卡尼埃伦海滩 有时候就长岛的穷比奇海滩 有时候就看博物馆等等 如果有电话 就马上就回来 把车子开出去 做生意 和我一个房间的一位小弟 是福州马伟的 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和他的联系 他在餐馆里是做厨师 他有很好的技术 有时候他休息天在家里 我就会买一个橡皮烹 叫他烧一下 我们两个人一起喝喝啤酒 吹吹牛吃饭 他后来就不住炒锅了 他说炒锅太辛苦 他买了一两 Toyota公司的叫Seller C-E-R-E-R-S 比丰田皇冠车还要小的一辆 小车送餐 我后来送餐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他说送餐要比做炒锅要轻松的多 我经常到皇后区几家车行去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车 但是看下来不太满意 不是太贵就是太旧 有时候也没有我自己所想要的车型 我想买一辆美国造的到齐车 美国造的车比较便宜 到齐也比较大 如果搬东西的话 就不用放在车顶上 这样开车也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我的计划 我就这样 还是做两个生意 如果有搬家就搬家 如果有送机场我就送机场 如果都没有活 我就在家里看看电视 上上网 或者在纽约什么地方 往往 生活是非常的自由 但是也是非常的穷 没有钱 好了 我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明天见